大家好,我叫孫祥 那這是我今天的簡報 不過其實我沒有很特別想要講這個簡報 因為剛剛被要求說一定要有簡報 那只好放一個簡報這樣 好,我先簡單分享一下 從去年的大約是 欸不對,已經是前年了 已經前年,2012年 2012年的大概是1月份、2月份 也是年初的時候 那我體悟到了一些很重大的事情 那時候我大二 那一開始我是在學生會裡面 我在學生會裡面 參與了很多學校性的活動 還有舉辦了很多當總召啊 或者是策劃一些展覽等等的 我那時候是覺得這是一件很榮耀的事情 因為在我升大學之前我是一個軍校生 所以我在離開了一個很穩定的環境的時候 給自己有一個很大的期許 什麼樣期許呢? 我希望自己可以成為一個很棒很棒的人 我們在軍校裡面 大家朋友之間感情非常好嘛 大家都知道 有當過兵的比較少 不過在軍校裡面我們會有革命情感 那那時候在離開的時候 最捨不得、最放不下的 其實不是錢 也不會是社會壓力 其實就是這些好朋友 因為大家知道 朋友跟朋友之間相處一定會存在著一些階級上 或者是立場上的差別 我常常在想 如果說我今天離開了軍校 20年後或者10年後 我們重新相遇了 我跟這群軍校的朋友在一起 他們是軍官 我肯定他們的月薪至少是5萬塊以上 而如果我是拿著每月5000塊的薪水 我不知道我要怎麼樣去見他們 那時候我非常非常想要成為一位大人物 我想要紅 我想要變得很厲害、變得很棒 去賺很多的錢 然後讓他們知道說 我離開了 但是我過得非常好 比原本更好 好 就這樣 所以我在大學的時候 非常的努力去爭取 擔任各種的幹部 然後非常努力去表現自己 去學習 也在校外辦了很多次的大型的活動跟展覽 後來我發現 在很努力追尋這樣子的路之中呢 這過程裡面 我覺得自己好像迷失了自己 然後我什麼都沒有得到 舉例來說 如果你當到學生會的會長 如果我當到學生會的會長 那時候我很想要當學生會的會長 理由有兩個 第一個是 如果我當學生會的會長 我可以騎機車到學校裡面 第二個是 我覺得如果我當到學生會會長 是一件很榮耀的事情 那當然後者是一個比較大的原因 可是有一次我聽到 有一個好像大我們四五屆的學長姐回來 跟我們分享他畢業之後的感覺 他是到我們四五屆的學生會會長 好 他就回來說 他曾經是在學校裡面最風雲的那個人物 然後他一直以為他畢業了之後 可以很輕易的找到工作 可以在職場上面 一樣很風雲 因為他是學生會會長 因為他辦過無數多的活動 因為他擁有過一切 但他真的畢業了之後發現 全世界根本沒有人理他 到底是不是學生會會長 全世界也沒有人理他 辦過多少的活動 所有的企業主 跟所有人面世觀 只在乎你到底有多少能力 而不是你過去的那個頭銜 好 從那次開始我不斷在反思 我到底為什麼 那麼想要成為一位大人物 而一點都不切實際 一點都不切實際 然後我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我開始採訪很多我以為的大人物 我開始去問他們問校長 或者是問那時候還問很多很公眾的人物 我一直覺得他們是一個大人物 然後我開始記錄他們的故事 我發現全世界的大人物 都不認為自己是大人物 而是我們這群人 一直覺得他們好棒喔 所以 剛好才會問你說 欸 是這樣子的問題 我忘記我問什麼了 不過我那時候其實是有這種想法 好 很莫名其妙的我已經拉過了 四分鐘的時間還在畢業 所以我簡單介紹一下 我這一年來 應該算兩年來 做了一個計畫 我發現時間夢想 我們必須要當一個小人物 然後我發明了一個字 這個字叫做安比比 它是我們現在卡片的名字 有沒有知道安比比是怎麼意思嗎 我換個說法 有人知道小人物的英文是什麼嗎 安比比 欸 很棒 你好 OK 小人物它其實是很奇妙的一個字 因為在英文裡面 我們幾乎找不到任何一個詞 來形容小人物 好 但是我們有大人物 這個字 叫做比比 OK 比比這個字呢 它其實是用來形容 一個很重要的人 所以安比比就是一個不重要的人 好 好 我們說一個人 他是有 有價值的 紅臭味重的 或者是財大氣粗的人 我們稱他叫比比 然後我就想說 我需要一個字 更精準的去形容小人物在做的事情 像默默付出的 像腳踏實地的 白手其家的 這些形容詞 我們在英文裡面 都要用好長一段英文 來詮釋它 那我發明了一隻腳踏實地 好 這邊是一個世界的形態 我們想要改變世界 有時候是改變自己的生活 改變朋友之間的關係 或者有時候我們想要改變一個環境 系上 或者是學生 或者是一個身分 OK 有些時候我們會跨出一個舒適圈去幫助 我們世界以外的人 這些都是改變世界 都是OK 好 所以我們到底就活著 還是經歷過一段的人生 就是我一直以來在思考 當然我走進軍校 我的目的就是有一個穩定的生活 然後我希望可以很穩定很穩定的 去追逐自己的夢想 那這邊想要做一個簡單的分享 就是很多人覺得創業是一條 很不穩定的路 人這樣覺得嗎 合一舉回首 所以創業風險很大 對嗎 好 那對我而言 我後來經歷過這兩年很創業的時間 我發現我根本就是在追逐穩定的一條路 所有的創業家都希望自己的公司穩定 對吧 但我會發現根本永遠不可能會穩定 當我創業了兩年 創業了三年 創業了十年之後我發現 欸我還在創業中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充滿挑戰的人生啊 我覺得當我們一旦開始了 玩人生這個遊戲 我們就不應該去畏懼 那為什麼我們會選擇在大學的時候創業 理由很簡單 因為我覺得這比我念完大學來的風險更低多了 因為我可以從現在開始創業 我可以五十歲再回來念大學 但我不可以三十歲 我不可以五十歲再來創業 OK 有點饒舌 好 這有約翰南農的故事 我剩下的時間不多 不過我就講講約翰南農的故事 好約翰南農他在五歲的時候發生一件事 大家知道嗎 他媽媽問他說你未來的夢想是什麼 然後約翰南農跟他說快樂 這時候 欸電力不足靠 這時候約翰南農的媽媽就跟他講說 欸你應該沒有弄清楚問題是什麼 約翰南農回答說 是你沒有搞清楚人生吧 所以人生說到底不就是一個爽字 我們在做的每天就是為了快樂嘛 有人想要變成演講 主持人 有人想要做自己 有人想要分享故事 分享活動 OK Anyway 好 這邊有三個問題問大家 轟轟烈烈幹完場之後就去死 或者是平凡反彈過完一生 如果你遇到挫折的時候 你會選擇用盡吃奶的玉器分力一搏 還是回家準備好再來 你想要當小人物還是大人物 好 我的答案全部都是紅色的字 紅色的字 紅色的字 OK 為什麼會是紅色的字呢 也很簡單 因為假設我遇到一個考試 你真的有時間 讓你回家念完再來考 好可以說我今年不要考多一 明年再考 然後後年再考 OK 然後如果我們遇到一件真的想要做的事情 你真的不願意嘗試一下嗎 然後我去當個軍人 不停滿滿的 過完一輩子 小人物跟大人物的區別到底是什麼 就是實踐而已 我覺得賈伯斯是小人物 為什麼 因為賈伯斯他知道自己有一個車庫 然後他就開始創業了 我覺得我也是一個小人物 因為創辦小人物的那一刻 我自己擁有一個賞品大的套房 然後一個月只要付三千塊 跟共同公共分差不多 可是我有一個套房 然後我在那裡單身了一本大字 做一些我想要做的事情 重點就是去做吧 重點去做 因為 當我們沒有做的時候 你知道的一切都是浮雲 一切都是浮雲 然後 我常常覺得說夢想太遙遠了 說夢想實在太遙遠 你覺得你的夢想會成真嗎 有自信 有自信 會 會 你覺得啊 會 會 你呢 你呢 也會 我覺得 夢想根本不會成真 與其說是夢想 不如說是 我們即將要去做的事 好不好 所有人 我們看到的大人物 都是從小人物開始做的 因為他知道自己有車庫 所以他現在開始做 因為你知道現在有了主持人的機會 所以你去爭取 所以 這就是一個 小人物的精神 小人物的精神 喔 這樣完了 有了五分鐘QA 五分鐘QA 後面還有很多東西啊 五分鐘QA 五分鐘A 四 bit 一頓 五分鐘 五分鐘 四部